《西游记》十一大闹天宫 二郎神快速捆住了悟空 然后把他带上了天庭 我要处决孙悟空 玉帝说 天兵天将将孙悟空绑在了院中的一根柱子上 他们用剑去捅他 但他的身体就跟金刚石一样坚硬 剑都断掉了 悟空大笑 你们的剑根本伤不到我 玉帝转身看向信使 请火神来 数位火神走入了院子 将火球扔向悟空 庭院里烟雾弥漫 当烟气散去后 悟空身上连一根毛都没被烧着 谢谢你们 悟空大笑 我正觉得有点冷呢 请雷神来 玉帝说 数位雷神走进了院子 雷电朝着悟空 雷电朝着悟空劈去 玉帝微笑地看着 但是就连这雷电也无法伤到悟空 这简直是在给我挠痒呀 悟空微笑着说 玉帝摇摇头 我好像没办法杀死孙悟空了 这是因为他吃了盘桃 太上老君说 一个盘桃就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他可是吃光了盘桃园里的所有盘桃 玉帝皱起了眉头 那我们要怎么处置他 我有个办法 太上老君说 我把它放在炼丹炉中 也许可以慢慢地把它烧化 太好了 玉帝说 天兵天将把悟空 带到了太上老君宫殿中的一间房里 房间正中央 放着一口巨大的炼丹炉 太上老君将悟空扔进了炼丹炉 然后盖上了盖子 太上老君在炼丹炉下点了火 夜以继日地照看着炼火 大火整整烧了四十九天 悟空现在一定已经化成灰了 太上老君想 他慢慢地打开炼丹炉的盖子 一阵烟从炼丹炉里升起 孙悟空跳了出来 炼丹炉倒在地上 燃烧着的煤 炼丹炉 四下飞溅 悟空的双眼通红 咳咳不停 那炼丹炉实在太糟糕了 他大叫 悟空一把推开太上老君 随后抽出金箍棒 将炼丹房砸了个稀烂 来人啊 快制止他 太上老君大叫 悟空从太上老君的宫里 跑了出来 一路上大杀四方 天神们都逃跑了 太上老君冲进了灵霄宝殿 陛下 悟空搅乱了整个天庭 他说 什么 玉帝大叫 他还活着 是的 太上老君说 我觉得他已经被烧化了 所以我就打开了丹炉的盖子 但那丹炉里的火 一点都没伤到他 气死我了 玉帝说 我们到底该拿那猴子怎么办 玉帝思考了一会儿 我们必须请如来佛祖来帮忙 他说 他转向一个信使 速去西天 看看如来佛祖能不能过来帮助我们 信使用最快速度朝着西天赶去 悟空在天庭四处乱窜 众神都躲在房里 悟空用他的金箍棒乱砸门窗 将各处的雕像都打翻了 突然他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形 浑身闪烁着金光 你想干什么 悟空问 我是如来佛祖 那人说 你是谁 为何惹出这些麻烦 悟空笑了一下 我是孙悟空 花果山之王 我应该是这天庭的主人 我要去灵霄宝殿 让那玉帝让位 他要是不让 我就不住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不住手 哪里 是